Wishy 谈队伍如何在逆风打比赛 取自Garena Esports FLICKR 记者陈耀宗台北报道 英雄联盟LMS战队G-REX GAMING持续朝春季赛龙头迈进 昨23日碰上末段般的 和却打得意外艰困 三局前期都是逆风开局 索性都能靠着后期团战发挥 并抓到对方失误 以2比1获胜 拿下本季第11胜 接下来只剩一场比赛 他们将对上Maki Esports 仍有机会与闪电狼争抢力行赛第一席次 赛后 GRX中路选手Wishy接受现场主持人Jesse采访 首先被问到最近 GRX胜场几乎都是PK拿下NVP 居多Wishy也爆料辅助选手Koala蛮不爽的 他向说其实Koala做了蛮多镜头不会带到的事情 当其他输出手可以做出一些play的时候 其实Koala都有贡献 扣除本场比赛 Wishy一度占据联盟KDA前五支列 更难能可贵的是 其他四位都是闪电狼成员 谈到如何保持这样的数据 Wishy表示 前几周我比较注重打野的夹杀 会打比较稳 线上不会凶别人 这一两天比较状况外 被对面打野夹杀满多次 第二局Wishy拿出首次出现在LMS赛场的斯文角色 谈到这只英雄 在赛场上的影响力 他指出斯文的被动配合队友可以做出控场 将对方拉回来 尽管前期偏弱 但中后期会给对方后期不少压力 不过这次拿出斯文似乎没有做到他预想的影响力 Wishy认为 这场他对线有被APEX威扣斯压制 而且对方打野欧拉夫又比自家的Pay Bay凶 所以他较为被动不能做事 Nova给我们前期满大压力 谈到第三局中期一波会战 GRX差点被JW马尔扎哈打出五连杀 Wishy也回忆称 就想说他伤害怎么会这么高 突然就四连杀 就想说要五杀了 只是Pay Bay刚好站起来 我们都以为他要死了 最后Wishy也谈到 第三局尽管队伍是逆风开局 但他们还有其他后期角色 都会互相鼓励队友能够赢下比赛 又抓到对手失误 可以慢慢拖垮对方节奏 逆风的时候一定要正向 如果一个人心态 更会影响到其他队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находится